在辦公室吹冷氣 有時候還會忍不住 想要來一杯含糖的飲料 你是不是也有以下症狀 第一個悶 我會常覺得頭悶悶的 或者是我們的疼痛 有人會說我是悶痛 第二是重 會覺得我都頭痛痛辛苦痛痛 三個是腫 早上不能上鏡頭 因為會水腫 那個可能要秋一下 或者是說我們下班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下肢 對 鞋子好像小了一號 甚至說風濕 關節控 這些在身體下半部的 第一個也要考慮到 是不是跟濕氣有關 我們總是會幫房間除濕 但是你有記得 幫自己的身體除濕嗎 如果不想要有醫生 說的症狀跟毛病 我們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平常在家要怎麼除濕呢 像四神湯 山藥 藝人 甚至你把它拆開來用 你家裡煮雞湯 煮排骨湯的時候 都可以把它入到 你家的湯藥裡面去 OK 但是有沒有什麼居家的動作 我們可以做呢 幫身體除濕的嗎 示範一個公操 我們先找一面牆 然後呢 這個牆只是可以用我們 暫時地去維持平衡而已 不要壓死 兩隻腳是羽肩同寬 腳尖往內 微微往內一點點 膝蓋放鬆微彎 接下來只要做一件事 把我們的屁股抬高 你不用刻意從腳尖去用力 而是把屁股敲高 翹臂骨夾大腿 濕氣這個是偏 中醫講陰的邪氣 那陰的邪氣 就要把我們的陽氣打開 可是陽氣的開關 就是其實在我們的腰陽關穴 鍛鍊它 用自己的力氣把它撐開 它對於排濕氣 還有四肢冰冷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身體只要濕氣重 可就會生病 跟著醫生的建議跟體內的集水 說拜拜 拜拜